光电效应的基本规律你已经清楚了 那么如果我用三种光照射同样的金属板 得到这样的图像 你知道这仨光有啥区别吗 先看遏制电压 甲饼的遏制电压一样 乙的遏制电压比它俩大 咱知道遏制电压体现了光电子的最大出动能 而最大出动能跟入射光频率以及溢出光有关 由于照射的金属板相同 所以溢出光相同 因此光电子的最大出动能只跟入射光频率有关 频率越大 最大出动能也越大 遏制电压也就越高 由此可知 甲饼频率相同 而乙光的频率更高 那甲饼又有什么区别呢 看饱和光电流 甲光照射时饱和光电流更大 说明甲光的光子个数更多 所以甲的光强大于饼 除了从光电流与电压的对应关系中 判断入射光的光强以及频率 你还得熟练掌握光电效应 演示装置的原理 比如 如果当某种频率的光照射到光电管时 电流表既没有读数 那以下这些操作 哪个可能让电流表有读数呢 分析这类问题时 你要格外注意电池方向 它决定了电厂对溢出的光电子 是动力还是阻力 按照电池方向 这边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 这样一来光电管中的电厂是向右的 光电子受到的电厂力就向左 是动力 因此如果发生了光电效应 即使不加电压 电路中也会有光电流 当加了这个电压后 光电流只会更大 但此时却没有光电流 说明肯定没有发生光电效应 所以要想产生光电流 只能从光电效应的产生条件下手 也就是换用频率更高的光照射 对照一下选项 选D 这题你会做了 如果我改一改 把电源换个方向 这题的答案会有变化吗 想一想 电池正伏机翻转 此时的电厂方向是向左的 光电子的受力就向右 是阻力 那么回路中没有光电流 就有两种可能了 也许是根本没有发生光电效应 那就跟刚才一样 需要增加入射光的频率 另一种可能是 虽然发生了光电效应 但溢出的光电子达不到A基板 此时这四个选项的办法有用吗 先看A将电池反接 这样做的话 电厂力就会从阻力变成动力 能帮助光电子到达A基板 这一办法有用 A选项看完了 再看BC 调整滑片 这个动作会影响电厂的大小 由于电厂力是阻力 咱希望它能小点 所以就要让这段的分压结小 也就是让滑片向B移动 这也就是说要选C 最后B选项增加频率 这会让光电子的最大输动能增加 使得光电子有能力克服阻力 到达A基板 这个办法也管用 因此这样一来 正确答案就是ACD了 以上就是光电效应的综合问题 熟练掌握光电效应的原理 这些题就难不倒你了 不信就动手试试吧 这种种想法 转画 声 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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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